第49题 这里说 以至它的收敛域为这一个 然后求它的收敛半径 以及另外一个结束的收敛域 我们通过这个 它的收敛域可以得知什么 它的收敛半径为8 是吧 所以又有limit n去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un加上1 比上un 它的绝对值是等于limit n去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an加上1 比上an的绝对值 1提1它是等于8的 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一个 limit n去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un加1 比上un 它的绝对值是等于limit n去向于无穷大 后面那个是什么 n加上1 乘以n 分之1 然后an加1 比上 n倍的n-1 乘以an 放出1 这个是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整个它的绝对值 它就等于limit n去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然后n加1分之n-1 它的绝对值乘以an加1比上an 然后它前面这个它的极限是为1 后面极限为8 所以整个就对于8 这就是对于8 所以它的那个数量半径 数量半径也为8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它说求这个数量域 它有没有 这个地方是x的n次方 这个地方是x的3n次方 所以就有数量域是这个是吧 所以就有 直接就是x3n次方大于幅8 小于8 小于对于8 然后就得x是大于幅2的小于对于8 那么它的数量域位 幅2到幅2是一个左看右臂的区间 那么看这题选什么 就选c 看一下 所以这一集就选c 这集就给大家解完了 9 9 8 9